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缘起的现象 有因就有果 故约因果 问题是因果也是无常 一个开悟的人 就像我们的自信 那是离开因果的 但并非否认因果 以王字为例 我想画是主因 所以借着这支笔的助缘 我画出一个王字 它已经画好了 它就是一个结果 但是它既然形成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必然会生灭 变化 凡是因为因缘所生起的 一定会变化 必是无常的 这个王字之所以无常 是因为形成王字的原因本身是无常 比如 一栋建筑物是无常的 那形成这栋建筑物的钢筋 水泥 难道是长的吗 因是无常 缘是无常 果是无常 故从头至尾都是无常 佛常劝弟子观无常 因为依凡夫的脑袋 能懂这个概念 只是有能否真懂的区别 但这是大家能接受的 佛是为凡夫说的 他一定知道凡夫是什么样子 你只要懂无常 你就能解脱 然而 很多学佛的人瞧不起无常 尤其是学大乘经典的人 这真是错误 颠倒 那是他们对无常的内涵没有真懂 我们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众生执着 无常就是直接破你的执着 你的执着只要一破 你不就解脱了吗 但是 这个概念你能了解的 你又不愿意深入 你有偏偏要去学一些更难懂的概念 比如 空比无常更难懂 以中观的角度 或以般若佛性的角度 你都很难懂 无常最好懂 只要你愿意深入去了解 后面更深的概念 你自然会懂 所以佛在阿罕经 一开始就叫弟子正观无常 深观之后 弟子就可以解脱了 你对无常的深入了解 也就是说 你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人有一个概念放在自己的脑袋 他甚至可以放一辈子 不是无常吗 怎么在你身上是常 《心经》中所讲的五蕴 这个概念是响韵 并不仅仅响韵是无常 脸色受响行识 五蕴皆是无常 你看到外面的现象无常 但是你却看不到你内在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常的 你也看不到你顽固的个性是常的 不是无常吗 那你为什么这么顽固 有的人 你问他 你有胆量吗 师父我很没胆量 下次我再问他 他就怪我 你错怪我了 上次问你 并不代表你这个月又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回答我 我这会儿比较没有胆量 因为无常 你是否能看到你自己内在的那种成见是多么的顽固 所以佛在冷言经说 这叫坚固妄想 我不是叫你讲理论的无常 那什么有用的 比如你读心经 心经跟你说 照见五蕴皆空 并非叫你想五蕴皆空 因为你怎么想 五蕴都不会空 你去推理五蕴皆空也没有用 就是你要看到 同理 你去看无常的文章 你看完了也没有用 你刚开始学可以 但你看了之后 你还无法受益 是因为你内在的执着依旧在 因为你没有看到无常 你说有啊 师父 我有看到 昨天我隔壁那个阿婆才死而已 偶尔才看到隔壁的一个死人 跟时时刻刻都看到死人 是不一样的 打过战的人的感触跟我们不一样 如果他学佛法 他早就解脱了 而有的打过战的人回来后 却产生了心理疾病 内在的创伤 文后思维 你无常的概念 是否更深入了 心平何劳持戒 行旨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